曹操派司马家与山家联手 赴寿春资助孙策 以制衡南方袁术 从而可以专心准备对付北方袁绍 孙策支付孙坚被杀 但为了复兴孙家 他只能伟胜于袁术手下 伺机反扑 而袁术亦是为了继续传闻中 落入孙家手中的玉玺 而将其留在身边 如今 袁术只给少量兵马 却让孙策 陈朴与黄盖分兵两路 攻打卢江 婉城 孙策攻下卢江后 袁术却以兵马物资 正在愁挫为由 拒绝了援助孙策出兵江东 反倒拍自己手下接管了卢江 随后 孙策在山家的计策下 随同燎原火 孙府 败将等人 秘密离开了寿春 赶赴婉城与陈朴黄盖会合 可却不见司马懿的身影 到底 孙策能否成功 失踪多热的司马懿又去了哪里 且听本回分说 孙策离开寿春后 率孙府等人连夜及时数十里 向婉城方向进发 终于离开了原树的势力范围 来到一处孙家秘密经营的客栈歇息 陈朴黄盖此时已杀死婉城太守 分兵至婉城以北接应他们 此时 孙家旧部听闻孙策 已摆脱元树控制 纷纷前来归附 而玉玺多年来 亦藏于这群孙家家臣之中 如今也被带了过来 多年来的宿愿即将实现 多年来受的委屈终于爆发 无论孙策 还是孙家旧部 皆喜吉尔记举杯好饮 另一边 燎尔火出城之后 却不见司马懿的踪影 甚是奇怪 但也只得先按计划 去引资助孙策的司马家运输队 向婉城进发 燎尔火接到运输队后 自己便充当赤猴 先向婉城方向进发 路上 遇见了那个客栈的老板 此人告诉燎尔火 孙策正在他那儿 举办庆功酒会 自己已做好路标 只要沿途前往便可 而自己已完成孙家嘱托 所以告老还乡 至于婉城 已被黄该人攻下 城中兵马四散而逃 估计是南下围扣去了 燎尔火谢过掌柜 就此别过 可此人 却露出了一丝邪魅的微笑 等燎尔火来到客栈 发现激情异常 而马匹也全部不见了 没想到 竟是大家一时得意忘形 喝得不省人事 燎尔火冲上二楼一看 发现孙策遍体人伤 血肉抹肤 而玉玺 竟被姬林带人抢走 玉玺得手 姬林下令赶紧撤退 而孙策却不顾重伤冲了出来 不可能 刚刚他醉酒时刺了一剑 怎么还站得起来 我教你 杀人要砍头 光刺是不行的 此时 姬林被燎火 拜见二人轰出了客栈 却下令手下 不准向孙策通下杀手 不知是何用意 不等孙策反应 姬林跳上马匹 率重离去 而孙策等人没有马匹 值得待在客栈 与此同时 一支部队从南面冲杀而来 是要让孙策血债血偿 竟是晚城叛军 原来 是那个客栈老板 勾结元树 叛变了孙家 他不仅趁众人酒醉 放走马匹 更逐个通知 盘踞在附近的晚城刘兵 告诉他们孙策所在 刘兵们刚被黄 陈二人打败 心中有怨 所以一路冲杀而至 一时间 竟有近万余人 公子 我殿后 一块往北逃 不 还是我殿后吧 你带我的人赶紧走 如果 你还可以的话 只是可惜 已经没有机会了呀 说吧 自己以飞升 扑向了屋外的敌军 此时的孙策 一路搏杀 却回想起了一人 那 就是孙奸 公元 190年 破卢将军孙奸 在得到元树 粮草支持后 随同十八路联军一同起兵攻打董卓 看着被大火烧毁的洛阳 众多诸侯当中 唯有他一人痛哭流涕 主供 火太大了 没法救啊 国难大于居火 是灭是旧 志在决心 亡国在于君主上志 旧国在于成名其心 诸将 不可青年放弃 一同随我救火 杯水车薪 但孙奸却感染了手下将士 就在其他诸侯都在勾心斗角之时 只有他用了三天三夜 扑灭了洛阳大火 此时 手下发现 一名元树军将领正奄奄一息 兵死之际 勿将孙奸认为是主公 告知其宝物 陈南 井里 不能见主公称帝 等消息后便死了 孙奸待人一探 没想到在井里 竟果然发现了宝物 传国遇袭 一时间 孙奸军中几名高级将领 炸开了锅 一轮纷纷 不知如何处理 更有人指责 原家名义上打着捣洞的幌子 实际上 却是想要抢夺玉玺 自己做皇帝 是奈汉贼 为了不让玉玺 落入奸人之手 孙奸当下决定 私藏玉玺 可谁知 消息走漏 孙奸遭到不少诸侯指责 虽然极力否认 可为他供应粮草的元素 却认定了他 私藏玉玺 不从 但原家师大 又不敢公然闹翻 只得虚为疑 两年之后 袁树出兵马前梁 致使孙奸攻打荆州刘表 孙奸骁荣善战 数次击败刘表手下皇祖 然而却在县山 被皇祖埋伏 死于万箭穿心 那天 汉朝最后一位忠臣 重负身亡 年仅37岁 时间回到现在 远处的吉林回头 看着包围客栈的叛军 说道 告诉军师 计划已成 此时 客栈被叛军团团围组 孙家部下 已被悉数斩杀 众人那名败将 亦是身手异处 只剩孙策 来安华人而已 孙公子 如果 这是人生最后一刻 你会怎么总结 精彩不量力 起落是无常 面对死局 二人毫不畏惧 左冲右突 配合默契 一时间竟连杀数十名敌军 二人以备而立 破有一股西楚霸王 此战该下而不退的豪迈 然而山坡之上 却又一人缓步走来 原来是刘表派来接收叛军投靠的将领 只见他迟到而立 更有一剑筒 斜挂于腰间 不似普通武将 这是干您 干心罢 天意弄人 为何要安排父子俩 都要死在我的手上啊 山下 孙策被树人围住 归在旦夕 两人火一跃 将长矛重重麾下 为其解尾 却被突然杀出了干您 一击刺中 两人火久战历劫 被其轰飞老远 孙策则跃至跟前 随影持一拳 却看准机会 将其重摔在地 二人爬起再战 孙策一拳痛击此人面门 将其击退竖杖 可是 却听到擦的一声 而孙策也不动弹了 忘了告诉你 我是剑手 定睛一看 一枚羽舰 一插于孙策脖梗 然而孙策仍未倒下 仍然保持着先前姿势 站在那里 眼见孙策战死沙场 两人火感叹道 不知为何 我觉得他跟我很像 我们这类人 到死 也不会说出真相 假如这是一条 未完成的记忆 只希望能把真相 带进黄泉 两人火与司马懿 皆知孙策 在有意隐瞒什么 一直想通过接触孙策 了解事情真相 但是知道死 也未得到答案 此时 两人火上前一把 抱住了冰死的孙策 而他 却在一心上存之际 一场难以听的声音说道 对不起 主公 我 害死了一个朋友 玉玺 最终被袁术夺去 孙策 最终也难逃一死 他 虽最终也没说出真相 但却给疗疗火 指明了方向 听到主公二字之时 疗疗火凭借刺客的本能 已明白了一切 如将袁术 不会给孙策 而孙策若得晚成 并会面对强大的 杀附仇人刘表 袁术若不支援 也是死路一条 但是 如果孙策死了 那么所有人都会转移注意力 精彩不量力 其落事无常 原来眼前这个人 根本就不是孙策 只是他如此勇猛 又如此舍身取义 到底会是谁 而真正的孙策 又在哪里 唉 我真的不应该来 聊火虽明白一切 但也为时已晚 心知自己身陷险地 必死无疑 突然 一只羽剑自北方 破空而来 一个弱小的身影 出现在山坡之上 顶尽一看 正是残兵中的神射手 小孟 率一队前来 另一边 数日前 司马懿与流人火 在寿春城内的 马舅一别之后 并没有回到营地 而是机缘巧合之下 碰见了前来 索要马匹的 山无林 山无林 以为司马懿 执几个司马家 普通下人 所以谎称 是奉司马懿之命 来取马匹 更顺势 将他一路 带到了碗城附近 因此才令其余 聊聊火 失之交臂 山无林来到碗城 本是为了协助 陈浦 黄盖功臣 可一路上 却发现司马懿 这个下人 谈吐不凡 绝非等贤之辈 但司马懿 巧舌如簧 山无林 也未过分心仪 反倒是拿出一幅 司马懿又诗画像 向其打听司马懿 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人 两人从未见过 当年司马家与山家 一直以此画 作为定昆信物 司马懿一顿狂吹 什么博览群书 好学不倦 差点成为八旗等等 山无林并非等先 料想 这只是地主家 为了吹嘘自己傻儿子的说辞罢了 所以更加坚信司马家 定然会被自己吞并 司马懿也不表明身份 只是暗想 那幅庸不堪的画 到底是谁画的 自己怎么毫无印象 与此同时 徐州 刘备大病出狱 勉强做起 而眼前的景象 竟然张飞想起了多年前的一天 那年 桃花盛开 求画者络绎不绝 其中有一大户 求我为一个小孩 做了两幅画 一幅用来求学 一幅用来提亲 小孩手上虽拿着玩具 却难掩那份智者的霸气 算起来 那小孩如今也有十几岁了吧 只不知 他现在身在何方 回到晚城外围 司马懿想要逃走 却被山家下人捉住 山武林担心放他回去 会泄露自己行动计划 所以下令将其杀死 可司马懿却并不慌张 陈卓说道 小的怕血 小姐可否留个全尸 咔的一声 司马懿头颅 被山家下人扭了一圈 难道 他真的命丧于此 山家下人 刚将司马懿曝尸蜂眼 却突然出现了一只人马 逐渐将山武林 所在的树林包围 而围守者 竟是袁术手下 无名军师 山武林手下 只有数十人 面对正规军队 值得乖乖背负 面对山武林的一脸茫然 无名军师悠闲说道 我来告诉你 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吧 孙策唯恐晚城 不像卢浆一样 被我主接晚 所以偷跑出城 还挟持了 我放两岸的贵人 我主人后 并不追究 孙策入晚后 将借用的兵马前法 公然组织旧部 想要独立 野心巨大 我主也不追究 可惜中途 遇上了为主报仇的晚城叛军 年少而亡 实在可惜 孙策死后 我主派廖兰前去慰问 既不追究 也还让孙家 寄与接管晚城 不过孙家群龙无首 要让我主代为接管 也没办法 而廖兰 为了表示主攻 对孙家的一片赤城 当即与孙家重将 一同前去剿灭叛军 为孙策 保仇血恨 只是在奸敌途中 廖兰会发现叛军手上 有从孙策那夺得的 一世多年的传国玉玺 那玉玺 怕是季灵偷偷叫给廖兰的吧 事有如何 孙家私藏玉玺之罪 已是铁证如山 只可惜让司马家给跑了 还好山家还在 嘿嘿 我将你收为己用 竟向山家支持 原来 这才是元术真正的计策 一来 利用孙策去卢州 完成两地 二来接刀杀人 让孙策和李去死 除掉后患 三来得到玉玺 四来收服孙家不重 五来 断掉曹操财路 六来 赚取山家 这个大财主的支持 其来 丑失干净 却可烙得干净 甚至 在外人眼中 充满了仁义 这一切 都是他称帝的起步 这无名军师 竟可行一石七鸟之计 真可谓旷世奇才啊 正当山武林 侵入死灰之际 无名军师手下 却又抓住了一个逃跑之人 正是本意已经死去的司马懿 而司马懿 之所以扭断脖子 也能活命 正是因为他的 狼固之下 而此时的他 竟然连番的逃跑 都被捉了回来 心中的不愤 已经到达了极点 一石三刻后 无名军师将山家众人 与司马懿一道 捉回大营 更像山无人 说出自己的后续计划 原来 除了引判军去杀孙策外 自己还故意向刘表 放出风声 刘表对孙家 有杀父之仇 不共戴天 孙策一日不死 刘表寝食难安 而只要孙策一死 孙家愚仲将矛头 指指刘表 并会全心全意 投靠我家主公 根本不会怀疑 是我们在背后 通风报信 到时 孙刘两家 现有胶着之事 那我家主公称帝 就万无一失了 山无林如今 寄人篱下 一阵溜须拍马 更称 以无名军师之才 在袁术手下 只是一个时刻 实在可惜 无名军师 却识破其离间之计 称带将他献给袁术之后 尽力得宠 方才是最好出入 可山无林求生欲极强 竟公然勾引无名军师 称称不愿身处身攻 而是要伺候无名军师 于左右 将山家的财力悉数贡献出来 山无林 虽容貌娟秀 可无名军师为人光明磊落 其会众其色有之计 一时间不然大怒 随一把将其推出大仗 拓骂其为一个 不知廉耻的婊子 我本可以好好待你 可惜你令我大失所望 如果将你献给主公 原家定陷入万劫不复之地 山小姐 如果是我 早就以死谢罪了 可惜你是一个为了生存 不惜一切的婊子 历史之利 屡见不鲜 说着取下了他的法甲 让手下送往山家 以此来要挟山家 出钱保际性命 军师该如何处置他 只要他活着就行 随便你们怎么处置 如果再敢妖言惑众 就将他的舌头割下 一众军士 皆对山林的可使行径 妥骂不已 而他从小到大 一直紧抑郁时 从未经历过如此屈辱 一时间瘫倒在地 潜潜泪水 鼓励自己 不要哭出声来 突然 司马懿走上前来 说道 哭吧 流泪的并不是弱者 有人为了美名慷慨就义 有人为了生存 苟且偷生 尊严的定义 没有对错 只在乎一个人 怎么去看待他 岳王勾剑 司马迁 哪个不是人物偷生 完成了丰功伟业 圣贤之言 哼 只是一厢情愿罢了 山小姐 你该庆幸 有这个肯为你打圆场的奴才 山雾林一阵脸红 司马懿则接着说道 不 我只是一个讨厌 所谓仁义道德的狗奴才 小的 对于小姐委屈求全的上进心 非常欣赏 非常认同 我看不见不真 只看见智慧 牺牲自己幸福 换取家族生存 这是孙子 还是婊子 美丽的外表下 有着无穷的意志和智慧 小姐 正是上天的杰作 我发誓 只要我能活下去 一定要 娶你为妻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清风说港湾》的全部内容 喜欢的朋友记得点关注哦 当然 也别忘了收藏 我们下期再见